为了党公投 民进党硬说是反萊猪就是反美猪 但来去炮轰 民进党禁止军人警察吃萊猪 可不是禁美猪 蔡政府是骗百姓 睁眼说瞎话 我如果是美国就会问了 那奇怪了 那你民进党为什么禁止学生吃美猪呢 为什么禁止军队吃美猪呢 为什么禁止警察吃美猪呢 那为什么你反对呢 那你是不信任美猪吗 那你是反美猪吗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恶劣 而且低级的政治变数 不止台湾百姓怕萊猪 连美国AIT大官都不敢说自己爱吃萊猪 包括AIT那个处长对不对 他都叫我吃美猪啊 我孩子也吃美猪啊 但是他没有讲说我吃萊猪啊 因为在美国萊猪只占百分之二十几嘛 其实大部分也不是萊猪 我们吃所谓的上水下水 甚至吃猪脑猪肺 我们都吃啊 老美吃吗 老美就不吃啊 台湾到现在都还把萊剂当禁药 喂食猪吃萊剂还会被判刑 当台湾猪不准吃含萊剂的饲料 为什么台湾人得吃含萊剂的猪肉 那为什么台湾猪不能吃莱克多巴胺呢 就表示你觉得说吃莱克多巴胺对台湾的猪 甚至对台湾的国民健康不是很好吗 可是你为什么要禁止 人不如猪的现象 就是台湾猪是不可以吃莱克多巴胺的 美国猪也有80%是不吃莱克多巴胺的 结果台湾人民在政府的强迫下 却有风险吃到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如今为了护航萊猪 民进党硬说萊猪就是美猪 但被列为禁药的萊剂有多可怕 别以为百姓会忘光 记者新闻详续国豪台北报道